大家好 我的手机差点滑下来 现在下楼吃饭 刚才和国内的好朋友在聊天 就问我德国冷不冷 我说我们从9月份开始就冷了 他们在江苏我们老家的朋友 冷得不得了 他说温差特别大 已经从过两天已经要零下 零到3度了 这温差太大了 之前30多度 我们家欧巴已经准备好早餐了 看看我们家的欧巴 这是我们家欧巴昨天 早上准备早餐的时候 突然心血来潮 非要做的面包 昨天因为要做面团 要发酵24小时 今天早上一大早就起来做 这男人发起风来 真的是 就像一头脱姜的野马 蜂牛应该是 看我老公要切他脆脆的面包 他面包特别脆 因为是放在铸铁锅里头 放在烤箱里烤的 看这个还不错 我不喜欢吃这种面包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一切 蹦的到处都是 还有太硬 我的嘴巴里头的皮肤比较嫩 一碰就会破 很大的洞 很大的洞 不是洞 很大的洞 Yes No.4 洞 看这个面包 其实它的时间 其实面包它发酵的时间越长 它里头的就是 它的面 面筋就会发酵的更好 就是很有弹力的那种 不会吃起来干巴巴的 就是其实 以前我不知道 做面包里头还要放盐 有的时候还要放一点点糖 还要放橄榄油 这是我之前都不知道的 而且它做一种面包 它不单单是一种面粉 它有几种面粉混合起来的 有的面粉筋道比较好一点 面筋比较多一点 有的面粉它保湿湿度比较多一点 所以自从我们家我爸做了面包之后 我也相对了解一点 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机会去做 他说做面包是它的事情 他说我不要抢了它的风头 所以呢就不要打扰它 我说这一次它外面它没有弄得很硬 现在已经不知不觉到下午了 就刚才在我们吃饭的时候 在广播里头听到一则 就是令人挺震惊的 最近一直都在会发生的事情 就是从雷根斯堡到纽伦堡的那个铁路火车上面 就发生了一起就是拿刀刺伤乘客的一个事故 就是一名叙利亚籍的一个小伙子27岁 刺伤了三名人 三位分别年龄是一个26岁 一个26一个39一个60岁 刺伤了三个人已经被送到医院里头去了 伤势还是比较严重的 就是从这件事情上就发现啊 就是现在公共场所的交通啊 公共场所的治安还是有一点隐患的 就是最近这几年都是因为像叙利亚 就是这些所谓的穆斯林国家吧 他们给德国整个欧洲带来的就是生命财产各方面还是危机挺大的 就是也是因为这最近几年德国开放对难民吧 就是对他们开放比较多就是政治保护啊 或者是人身伤害的保护啊就是接纳他们 给他们提供免费的住所呃 上语言课还有每个月还有钱拿 虽然不多但是你什么都没做 这些住的用的不都是钱吗对吧 这相当于来说还是挺好的 所以他们德国本地人的话 有的人家里头孩子比较多的啊 工薪介绍人就提起抗议嘛 就说呃我们自己的温饱自己本国的人都没有解决 你还带了让别的国家人来对吧 你先就是咱们中国人就说就是虽然他们不是尼菩萨吧 过江自身难保 就至少你要保护好你自己的本国的居民呃生活有保障 当时的话也有很多就是像他们德国这里也有很多人就说啊热心人士啊 就说哎呀对呀他们已经人身受到伤害了 在他们国家可能有生命危险 我们保护他我们要有爱心 对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就是每个人都有爱心 但是我们呢作为我是以我个人的不是代表大家 我自己认为就是说像德国对其他国家的来说 比方说他对我呃如果我是一个难民的话我到德国来 虽然呢可能最近几年就是刚开始的几年的话我对德国做不了什么贡献 但是那我也不要去损害或者去伤害造成他人的身体伤害 或者是公共设施或者是精神伤害去辱骂别人啊 偷砸抢啊还有就是有的人会损害公共设施啊之类的 那这一点我觉得是不可以的 但是很多就是今儿年三的这几年啊 发生很多事情杀人的 杀了好几个人 有的人就是大学生啊 半夜里头出去跑步的呀 或者傍晚跑步啊 因为森林里头人比较少嘛 他们这些人就是先奸后杀的那种 也很多特别是女孩子啊 像不管是内国的女孩子 本来女孩子的体格就没有男孩子竟然大嘛 所以要自我保护意识一定要好一点 最近这几年就是难民比较多 以前没有来德国之前 我对难民的意识是在新闻上看听到过 当我2015年的时候 我到德国来就是报了就是德国的语言班 政府就是组织的那种 270块钱一个学期的那种 那个时候呢我才接触难民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难民 那个时候没有大家说什么难民之类的 也没有接触过 对一点概念都没有 后来呢我就 那个时候我就想 他们这些人都好有钱啊 都是移民过来的 这是我当时第一反应 后来我跟我老公讲了之后啊 他们因为也跟同学们大家都认识了嘛 就交流起来了 才知道他们是难民 被保护起来的 那个时候他们好像政府也都是给钱的嘛 住的地方也是政府免费提供的 他们上课是免费的 反正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遇到人还行 数字挺好的 就是上课的时候他们不是那么积极 老师说第二天考试他们第二天就不来了 雨下的大一点 雪下的大一点 他们就不来了 那种的就是 毕竟你这个你上学不用自个掏腰包的了 肯定难散嘛 不像我都是自己花钱的 像就是像你现在啊 就是在谷歌上面一搜啊 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今天就搜了一下子 因为在新闻里头 网播新闻里头听到了嘛 就是说这个男孩子啊 就是在导致了他们300名乘客嘛 就是强迫性的要下车休息 那你想想看你在这个你是其中一员的话 你听到这样的事情肯定也很害怕 对吧精神受到害怕了 吓死人了 对不对 因为他是这个人他是没有钱面没有症状的 就是从刀里头 就包里头拿把刀就来捅 你想想看多恐怖啊 就没有症状的就疯子一样的 结果这个男孩子被查出来有精神问题 可能呢他是怎么的 是在一两个月前的时候就是失业了 失业的话那现在这两年经济不好嘛 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很多人都失业的 那是不是把所有的失业人员都要列一个标签 对吧 远离这些人可能精神有问题 可能负担压力比较大 谁没有压力啊 人活在这个世上都是有压力的 除非死了 对吧 你说你一个人精神有问题 对 你压力比较大 那谁没有压力呢 你不可能把你所有的压力都发泄在别人身上 别人的命也是命啊 别人的命 你没有权力去主宰别人的 对不对 你拿刀刺伤别人 这些真的 而且很多地方发现啊 就是这些国家叙利亚阿富汗 这些国家的 很多穆斯林这些国家的人做了很多事情 还有前两年是在圣诞集市上面 就是大家德国人嘛 大家中国人也是的 比较开放 我们又不带头巾的了 就不会围起来的那种 有个女的 是夜里头 12点嘛 还没回去 她就把人家给 就说 她们就直接就说的 你一个女的 到到这个点 夜里头你还不回去 你就是一个荡妇 你一个荡妇的话 就应该被怎么怎么怎么样 人家怎么样 对吧 咱们是入乡随俗 再说你是被人家保护起来的 提供免费的住的 吃的用的 什么都提供给你的 你还做出对人家这个国家 做出这样的伤害来 你是怎么想的 对吧 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人啊 如果我是这个国家的 中里头 我是不会接受这些难民的 因为第一个 不是所有人都是坏的 但是不是所有的坏人 头上都写字的 对不对 那我不可能就是 就作为一个人啊 我就觉得应该保护好 先保护好自己的人 对吧 那你想想看 就是让这些人过来的话 那前提不能把人渣带过来 哦 杀人犯带过来 神经病的人带过来 你把你自己的 本国的人的财产 生命危险 都置身之外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今天在这个谷歌上面还查到啊 2016年的7月18号 一名17岁的阿富汗籍的男孩子 也是在巴伐利亚啊 在巴伐利亚 附近 一辆列车啊 成绩列车 他们用斧头和刀 袭击乘客 多恐怖啊 手里有了斧头和刀啊 囊头一下去一个 妈呀 你说人的脑袋呀 不是石头啊 天大的脑袋 还一打一个窝子呢 对不对 五名人受伤 所以有的人 他们这里就是 现在还有人的呼吁就是说 啊 那明过来过来 我们向你敞开怀抱 对 因为为什么我个人认为啊 因为受伤害的 不是你家里头的人员 不是你家里的亲戚 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 等你家里头人受到伤害的时候 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我可以给你保护 但是呢 一定要对这些人啊 就像他们是以前是圈养的 他们到这里了变成散养的了 其实自由这个东西是要靠自律的 有的人适合 有的人不适合 就像他们说 德国高速上面 开车它是不限速的 但是不代表所有的人 都可以上高速 有的人经不起 对吧 有的人经得起诱惑 有的人经不起诱惑一样 这是要靠自身的 不是所有的人到德国来都可以自由的 像他们这些人的话 我觉得应该要有点约束对于他们啊 更好的就是保护别人 有的人会认为就是说啊 你这个人 你的你人之初性本战 对 谁从娘他里出来也不都全都是恶魔 那不都是为了社会 但是社会的话 那你不可能 大社会是个大家庭 大家不可能就是说 因为你一个人的事情 那我们都远离你 那有的时候你远离他的同时 他还主动向你进攻 你在民主他的暗处他伤害你 你怎么办 对不对 为了阻止这样的行为 就是不让他们过来 所以啊 就是我自己认为就是 咱们像 咱们在异国他乡的 你不知道 人心格斗皮啊 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 最好是保持距离 还有就是 夜深人静的时候 尽量的就是 不要到人少的地方去 鸡脚嘎啦 咱们不要去 还有的话 就尽量不要走夜路 还有遇到像这样的男人搭讪的话 不要理他们 就自己保护好意识 自我保护意识一定要提高 我老公一直跟我讲 他说你不要跟这些人走得太近 他说 他说我不是说歧视这些人 不是说他们都不好 但是你不知道他们是好还是坏 对不对 所以我老公就跟我讲 他说你一个女孩子骑个自行车啊 他说你小心一点啊 他很害怕 有一天晚上 我手机那时候坏了嘛 他就找不到我了 他吓死了 开个车来回找我 因为我冬天嘛 戴个帽子又看不到 他说我都吓死了 我就怕你遇到什么危险什么的 我说没有 这一点防护意识还是有的 他说有的时候你不知道 突然一个人从黑的地方穿出来 把你拽走了怎么办 他说你人这么小 力气又不大 是不是 他说你还是比较小心一点 现在的话 就是在欧洲啊 个人人身安全还是比较重要的 人生两件大事 一个生一个是死 除了这两件其他都是小事 所以保护好自己 也是保护好家人 对吧 咱们惹不起事 咱们可以躲 对吧 不要跟这些人多接触 你危险就不会存在 是不是 所以我对这些 这些人还是有点含含糊糊 刚开始上课的时候 还跟这些就是我的同学 还联系啊 但他们素质也挺好的 现在都不怎么联系了 还是最好不要联系的好 我老公说你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样的 对吧 第一个我也没有说伤害他们的心 也没有说对他们不好各方面的 就是不要理会了嘛 不就好了嘛 远离 所以就是大家对这些 德国接受难民 欧洲接受难民是怎么想的 我是觉得以我个人的意见 还是不要了 可以给你帮助 但这种帮助 我不要引囊入室 自然大家 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囊 可能也有小绵羊 但是你不知道是囊还是羊 还是披着羊皮的囊 谁知道呢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今天你看我的后面 天空已经开始暗下来了 要准备做晚饭了 明天要上班了 今天很难闪 在家里歇着 突然听到这样的事情 还是挺 吓人的 又马上圣诞节了 圣诞节 今年的圣诞集市是11月24 比往年提前了一个礼拜 集市的时候也比较小心一点 因为你也不知道 万一人群当中冲出来一个神经病 弄了你怎么办呢 所以 也不可能就是说 为了这样的事情少发生的话 就不要出去 那这也不是人的一辈子 所向往的生活 对吧 所以就是眼睛要尖 看见这些人的话 远离他们 真的 而且圣诞集市上喝酒的比较多 他们喜欢喝那个热红酒嘛 就是blue wine 喝了酒精的作用 那更不得了了 所以远离一点 能在家待着就待着吧 反正就是 到安全的地方去一点 哎呀 还有啊 差点忘了 今天就是在广播里头 还停到 在卡鲁 有汽车他们坏了嘛 就是车子出了故障 然后停在右边的时候 打算要维修的 结果被后面来辆车 啪 整个车子里的人全部被撞 撞死了 我老公当时就说了 这是怎么了 这个社会是怎么了 永远出现这样的事情 现在人文都要提高了 对吧 不要去做伤害他人的事情 就对小孩子要吃喝抢偷砸 这些东西对伤害他人的事情 千万不要做 还有远离 毒 黄毒 对吧 毒 毒品这个东西 咱们都千万不要这样 骗 坑猛拐骗也不要 就是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我相信 三观很正的人 应该都是这么认为的 好了 废话不多说了 不打扰大家休息了 我要开始做晚饭了 按你们的大牙缝在这 你们也可以在平田区给我 交流一下个人的观点嘛 观点也会慢慢改变的 好了 咱们明天见吧 拜拜